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我教大家如何剪零件和收取水口 用到什么呢? 最重要的是这把斜口剪 刀一把 三支可以打磨棒 第一支是二百四毫 第二支是八百毫 第二支是二千毫 这支是海绵砂纸 我习惯性是把斜口剪 先反过来斜 先斜出来 先留一点水口 你会看到 有两三个人的水口凸出来了 这是正常的 之后 再用斜口剪 放准它 将水口剪齐 斜出来 一片 面倒 一片 下 一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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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口的白化 一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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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它將水口凸出來的地方輕輕撕開 然後需要用800毫的沙紙 在水口中輕和磨 輕和 不要磨太多,不要做到出世鸡 再摸一摸它,完全割不出手就可以了 然后再用沙子棒,我这支是2000毫 再摸一摸它 再摸一摸一摸 看到吗?完全摸一摸 再用海绵沙子 海绵沙子一边有三摸 可以摸一摸 另外一边是白色的,不要看它是白白 其实它很大容处 然后再用海绵沙子 再用海绵沙子 摸一摸 然后再用海绵沙子 再用海绵沙子 现在完全没有沙子 沙子在这里 现在我教学到这里了 你可不可以?